我看到的确整个金华城案进入到收网的阶段 包括了台北市议员应小威涉嫌收费千万 背后行贿的金主疑似就是魏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而两个人也已经都被裁定积压境界 联系给记者姚怡婷 怡婷 好主播各位观众 待您持续雷关心 司法的焦点也就是金华城案 最新消息是指今天台北地检署是指挥连任官 他们整个检察官是带队来到柯文哲的住家 魏在台北市金山南路他的住家呢 今天早上已经被搜索了 那不止他的家还包括有这个台坡大佬 他的办公室一样被搜 所以预计晚一点 其实柯文哲就会被带回廉政署 以及这个北检来进行训问 其实不止柯文哲也包括了 前台北市副市长也就是彭正宣 现在呢他也是被依照贪污罪的被告身份呢 他的住家也被搜索 所以呢其实柯文哲彭正宣 另外还有两名的公务员 一共呢是四个人 晚年呢都会被带来 廉政署以及北检是进行训问的 那我们其实可以发现 检连这一两个礼拜的动作是相当的多 包括呢其实从这周啊 前几天开始就已经先传训了 这个包括这个台北市议员 殷小薇还有威京集团的 这个主席审计金还有他的助理 他们三个人呢是被检方认为 有串阵逃亡的一律申请这个积压禁件 那昨天晚上九点呢 这个院方法官也召开了积压庭 那么虽然在庭上呢 这个殷小薇还有审计金 他们都是全部否认有收费行费的嫌疑 可是呢这个法官就认为说 其实殷小薇当时 他的确是有议员的身份来进行施压 而在土地容积率这个提高 并且过关了之后呢 也在同一个月份就收到了 高达四千五百万元的这个 这个金钱 那持续的来追 就发现说其实就是这个 审计金来陆续拨款给他的 那么其实不止这一点也包括说其实在8月27号晚上 原本整点呢是在8月20号要来进行搜索约谈 却在前天晚上发现说他其实是想要来到台中飞到香港 虽然他向法官变称说他当时是要去香港来买他 生病妈妈的药品 不过呢法官对于这个辨词呢 他是不予彩性的 因此呢是给予积压禁件 那么另外这个选庆级呢 他则是表示这个四千多万的金钱 其实是慈善汇款他们所给的这个金钱 并不是用来行贿用的 但是呢法官就认为说 他把这个钱分批给这个殷小薇 殷小薇在给他的助理存到他男朋友的户头里面 这根本就是收贿跟行贿 因此呢给三个人都是积压禁件的 那如果呢有任何的最新消息 我们会再随时为您做掌握